时尚终结者邓紫棋!这次直接不穿打底裤就上台了!那若隐若现露出的黑色幽默感觉好神秘哦! 明明拥有好身材,好样貌,但一直以来邓紫棋的造型师都是大家吐槽的点,要知道每次邓紫棋无论是舞台还是活动look,那打扮简直堪比时尚灾难啊!接下来小妖给你们谈点下邓紫棋那些独特品味的打扮吧! 她就是邓紫棋,之前在内地参加节目的她,在打扮上是不是超级好看,瞅瞅着白色上衣,银丝喷绘短裤,不仅若隐若现地露出马甲线,高腰短裤还将双腿勾勒得更加凶长,随意一凹都是小鲜鸭! 节目结束后,邓紫棋的打扮就一年难尽了呀,看看这样的无袖背心,紧身皮裤,脚上踩住的粗跟高跟鞋看起来是不是很炫酷呢? 这样的紧身皮裤穿在邓紫棋身上,不仅没有勾勒出腿型,还将大腿粗壮的缺点暴露出来,可以说是非常尴尬的! 只见之前邓紫棋在舞台上的这身装扮,鲜艳的大红色连衣裙搭配上过西长筒皮靴,虽然邓紫棋在舞台上唱得很卖力,可还是难以阻挡大家的眼神被这性感的身材所吸引呀! 邓紫棋出生于上海,家中长女,下有一个妹妹,四岁十岁父母移居香港。 父亲是香港人,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生,外祖母为歌唱老师,舅父为小提琴首,外祖父则是乐团萨克斯封首。 邓紫棋离开上海前与外婆同住,在家人寻陶下,自小热爱音乐。 五岁起便尝试作曲及甜词,十三岁完成英国皇家钢琴简定考试八集。 而首张EP中是孙公主为十三岁时所创作的作品。 七岁时,邓参与演出教育电视。 十三岁时,与陈奕迅合拍加州红月饼意卖广告。 006年,在Westlife亚洲巡回演唱会,Westlife's Phase II Phase Asia Tour,记者会中担任表演嘉宾。 2003年,邓毕业于在香港九龙太子道西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上午校,为校内诗歌班诚然。